這條題目,它就給我們三個條件 那我們首先看看頭兩個條件 頭兩個條件就是講這兩個整數 A和B 都不是三的倍數 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A和B 如果除以三的人 除以三的人 他們可能等於 買一塊東西,然後 會有個餘數 那餘數呢 就是肯定不是三 又不是零 如果是三或者零的話 可以整除 那就不符合這個 都不是三的倍數 那剩下的有可能是一 有可能是二 那B同樣道理,有可能是一 有可能是二 然後剩下的一個條件呢 A減B這個東西 都不是三的倍數 那在講的是什麼呢? 它在講的是,也就是 A除以三的餘數 那這個東西呢,就不等於 B除以三的餘數 那就是說如果A的餘數是一的話 B這個餘數就一定是二 那他們兩個是不相同的 那為什麼呢? 那如果你試一下放一些數字 去看一看,那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A除以三的餘數 是一的話 我選一個數字,例如7 那如果B呢,都選一個 一模一樣的數字 那又是這個餘一的話 那我例如選4 那你很簡單地看到 7減4這個東西呢,這個東西是三的倍數 那同樣道理 那例如A我選14 那這個是餘二的 那B我選5 那14減5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9 那這個也是三的倍數的 那唯有 唯有 唯有 A的餘數 例如是1 那B的餘數是2 他們要不同 跟交叉這樣不同 那才有機會 不是三的倍數而已 那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 今次呢,就不妨切 A 這東西呢,就等於 3M加1啦 那就是說 它除完三之後的餘數是1啦 那B這東西呢 那就不難理解啦 這東西就叫3N 那啊 餘數呢 我們可以寫加2啦 那但是除完三的環境之下 那其實一個3N這個數 減1的話呢 那啊 除完三之後 都會剩下2的 那啊 為什麼我們會用減1呢 那就是因為 一人間可能會有很多 加1啊 減1這些運算 那我們需要進行處理的 那啊 加1、減1就剛好會cancel了 那一會兒看一看 大家就會知道了 那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prove了 那啊 那這條題目就要我們證明 A的立方加B的立方這個東西呢 那就是9的倍數 那我們一起看看啦 那啊 A的立方加B的立方 A的立方加B的立方 那這塊東西呢 我寫在下面啦 那我們可以代數啦 那啊 第一塊 A的立方就是3N加1的立方 加B的立方就是3N-1的立方 那這塊東西呢 我們看到呢 就有公式可以用的啊 那就是套下去啦 那首先就是這個括弧裡面的東西 加這塊東西啦 3N加1 加3N-1 那啊 那那然後裡面那塊呢 就會有些複雜的 那它有3塊東西組成的 第一塊就是 頭一個括弧的平方 3N加1 這塊東西的平方 之後呢 就是減這兩塊東西相成 減3N加1 乘以3N-1 那最後再加剩下那塊東西的平方 3N-1 對不對 這塊東西的平方 啊 很複雜啊 那如果我們化減一下的話 那我們首先看看左邊那塊東西 左邊那塊東西呢 我們看到有些1呢 那就可以弱了它啊 那我們就剩下一個這樣的顏色 3N加3N 那右邊那塊呢 那需要大家拆開它來整理一下啦 那右邊那塊呢 就會等於 9N的平方 加9N的平方 減9N 加9N 減9N 那再加3的 那有沒有發覺這條色有什麼特別呢 那首先我們看看我們 首要的任務去做什麼 我們首要的任務呢 那就要證明這一塊東西 是等於9的倍數 那我們怎樣證明呢 那我們只要在這一條色裡面 我們抽到9出來就可以了 那怎樣抽呢 那很簡單 好似前面這塊東西那樣 那我們就等於 我們就等於 可以抽出一個3出來 那M加N 那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就已經成功抽了一個3出來 那 那 而右邊這塊東西呢 我們發覺後面這塊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抽一個3出來 那如果抽完那個3出來呢 那這一條色就會變成 3N的平方 加3N的平方 減3N 3N 加3N 減3N 再加1的 對了 那然後你看看這條色 這條色我們 就已經成功抽出了一個3 和兩個3出來 那 也就是 它等於9 乘以一塊東西 做乘以第二塊東西啦 那既然它可以 這次這個AQ加BQ這塊東西 可以表達成為9 乘以一塊東西 再乘以第二塊東西 那也就是說 AQ加BQ這塊東西 就是 9 的倍數啦